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 尖前古口 今天我們有個嘉賓 很瘋眼 自己介紹 我叫Edwin 跟Leslie和Jacky一樣 都是研究同一件事 有共同的興趣 即是甚麼 即是甚麼 是不是美女 我相信一定有人這樣說 但都是研究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 即是些 即是甚麼 交的東西 前一個字 交通的交 好啦 其實Edwin 有段估計過 跟我們芝麻之聲 有些關係 有甚麼關係 不如他自己說給你 之前其實都在某些場合 都就著某些議題 有共同的想法 所以在過去一兩年左右 都在某些場合 都曾經發表過意見 共同為香港公共交通 作出一些貢獻 發聲 還有一件事 其實Edwin 之前也有段時間幫過我們 我們今天為甚麼會請Edwin上來呢 其實無非都是想說說說 既然大家都那麼交 J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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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天空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事 天空上又說 要多建一條跑道 在地下 9月22日民航署署長 9月22日會有一個新的進場點 在香港西南面澳門對出 甚麼叫進場點 進場點 在東南亞也好 在東南亞也好 他會指定了某幾個點 進入香港的空域 很大來大鼓 9月22日開多一個 但問題是 細心看清楚 很軟的 他講明那個點 是拿來做甚麼 不是給香港用的 那個點是給深圳機場用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被人誤導 雖然航空的東西 或者我們的交通東西 都比較深一點 但這個星期 無端端又有單巴士發生 即是怎樣 即是這個 甚麼事 Edwin知不知 一些曾經 我們小時候 都曾經坐過的車 現在都坐著 不過要坐的話 珍惜機會 可能過了多一兩年之後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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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逆 是的 話說前天 這個 這個叫做甚麼 14號那條線 是的 又有巴士司機 即是九巴14號線 有巴士司機 駕飛空條巴士 局度變了熱狗 即是他自己 即是車本身 他就變成了熱狗 即是 即是 將車放在西雲公園的位置 在九龍城 停了 結果又要報警 報完警 送去醫院 然後呢 這個工聯會下的氣總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第一副主席鍾建華 那就要求巴士公司 即是九巴 立即淘汰 這個飛空條巴士 嗯 那 問題來了 那些熱狗還有多久坐呢 你剛才說 兩年左右 但修正回 應該大概一年左右 嚴格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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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該今年年尾 原本 現在押後多 都不是押後 因為有些車的到期日 大概是六七月左右 其實都是等多一年 一年下去 都已經將會沒有了 好了 一年都不能等 一年都不能等 死人 大哥 好了 問題來了 其實呢 可以看看 這個前日 蘋果日報 怎麼說 即是看看這個 鏡頭 是 我們看看蘋果日報怎麼說 他又說 熱狗八二 中暑工會速淘汰 這位司機哥哥 這位53歲的 郭志成司機 就說早幾天 就中暑了 是不是 促請淘汰 八十部車 八十部 哇 一次過淘汰八十部 喂 不是啊 九巴倉底 是不是擺了一輛 一輛 一直都未出 都在出 我看到了 2010的 但是是PY牌 對呀 對呀 這一點 我們不去考究 是否真的有批這樣的車 放回來 或者買回來擺呢 到底為甚麼目的呢 問題是說 八十部車 首先 運輸署已經不斷把巴士公司的車隊規模 收集 對呀 不斷收集不斷壓縮 無端端工聯會提出要求 要馬上剪掉八十部車 做甚麼事呢 成功爭取 巴士有冷氣 問題是 那八十部車 剪掉之後 是會一換一個形式 再出多八十部新車 還是那八十部補助就這樣無了了之呢 沒錯 這個也是問題所在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本身 已經是說 還有一年時間 現在其實都已經開始踏入八月中 立了抽 今天七月十四 對呀 今晚沒有出來的 對呀 又立了抽 其實如果照常理來說 天氣都開始轉輪 Lesley說 有些車應該是 七年大概六月左右 就會到期要退役 其實嚴格上來說 那批巴士 都已經不會再 有一個叫 嚴熱天氣之下 都是要最後時間 最後時間 說真的 半年都等不到 阿鍾劍華 有些問題 喂 真的 我的看法 如果純粹用一個 職安健的看法 我某程度上是同意 他應該要是 抱一個好的良好的工作環境 沒錯 給一些員工 但是 那些熱狗 現在 我見很多風扇都不太行 是啊 那個司機位 本身是有風扇 這個是公司的車 買回來是有的 但好像不太行 所以司機都幾辛苦 都對的 如果比較熟悉 對巴士有多少了解的朋友 都會知道現在 在街上還在走的 飛空條巴士 他那個水箱其實是在車頭 是啊 是啊 我問你問題 你說是研究開交通 知道水箱的溫度 裡面的水大概是什麼溫度 搭錯了嗎 搭錯了沒有 搭錯了沒有 不用切了吧 又不用切 又不會笑聲拍板的 我想 算過無知 一百度 一百度 一百度就應該出煙了 一百度就未到的 一般來說大概八十多度 八十多度的水溫 但是 然後有水溫 然後有水箱 然後有外殼 外殼叫遮遮 都很熱的 好了 有一個問題 走回頭 沒有飛空條巴士那麼辛苦 不要說坐車 不是 不要說開車 坐車也辛苦 現在 在街上的 通常已經 全部都冷氣了 全部都冷氣了 市區全部都想找一輛都冷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喂 說真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 如果 去到週末時間 我們去一下 廣島有什麼交友好去處 石澳赤柱 像水灣 對 赤柱也算是 像同一條路 對 新界呢 新界 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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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嶺 沙頭角 樓浮山 黃金海岸 青宮 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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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梦山 會不會有時候覺得 如果真的很難得 我們怕可以去一些地方 坐著一輛冷氣車 會不會覺得有少少曬 看天氣情況而定 其實很坦白 這麼熱的時候 真的不太炭 是的 但是如果其實秋涼 或者是冬天 是很舒服的 甚至我 不要怕打巴士 有一陣子 要經常出街駕公司車 冬天的時候 秋天 冬天的時候 我會直接關掉冷氣 寧願開窗 因為我當時很多時候走大武山那邊 要穿衰市區跟車房在錦田那邊 其實是很舒服的 行全錦公路 是不需要開冷氣 開冷氣反而是沒有開窗那麼舒服 好了 給你們這條問題猜一下 什麼 現在哪間巴士公司都好 買回來都是買什麼 冷氣的車巴士 買不買到沒有冷氣呢 為什麼不行 只是有個心的 你在家裏裝不裝冷氣嗎 你在家裏裝不裝一件事 但是車可以怎樣呢 高德華齋有圖有真相 帶點照片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通常在街上都是看到這一款 金色的一些香檳式巴士 或者港島區有橙色的 橙黃色 是的 好了 所謂有圖有真相 是不是很像這樣呢 其實隔壁差不多 黃色那部好像有什麼不同呢 好了 放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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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到這裏的頂 咦 開到窗 看得到窗 看得到 看得到 有一架東西在這裏 有一架東西在這裏 其實是跟香港一模一樣的同款車來的 那是在哪裏呢 這裏呢 留意車頭這裏 Dublin Bus 愛爾蘭 都柏林 都柏林 也是 也就是說 好了 先回來 這輛車是原產的 是啦 是啦 那這輛呢 就是說 要買回熱狗 可以 是吧 是不是 好了 先回來 是啦 那就是說 買回熱狗 是啊 那怎麼辦 買回熱狗 就是理論上 香港可以 可以買回熱狗 這些車回來走 不過那些客人 要不要的 我看就真的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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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現在就要求一定要是必坐便宜車 有一類人呢 他就喜歡坐舒服 舒服就坐冷氣車 是啊 那 我會歸類為這兩種乘客 如果你問我的話 嗯 這個也都會是個問題 但是 但是 但是就說 有些又想便宜 但是有些又想 舒服 那怎麼辦呢 這樣啊 要是那輛車是兩用的 是兩用的 但是問題是兩用的話 會不會 一個要開窗 一個要開冷氣 那就打架 那就是打生打死 那怎麼辦呢 好啦 我們回味一下 我們回味一下 好啦 左邊 和右邊 其實根本是同一款車 沒錯 好啦 左邊沒有冷氣 右邊有冷氣 好啦 再 就是說 其實 剛才也說了 新又可以 舊又可以 舊又可以 但是舊的已經 拜拜 是啦 那怎麼辦呢 是啦 回來先 回來先 是啦 新又可以 舊又可以 但是舊的已經快拜拜 是吧 但是 又想一雞兩吃 好啦 有冷氣的就 那些窗物封了 沒有冷氣的呢 沒有冷氣的呢 可以開得 好啦 可以不可以的 又有了 有冷氣又可以開得窗 為什麼不可以呢 你 搭一搭過 一個小時的船程 過了大海 已經可以 可以見到 在澳門 的所有的公共巴士 他們 有冷氣之餘 這部車 這隻窗是可以開的 這個當然啦 還有就是我們 偉大的祖國的 廣東省 深圳市裡面的 公交車也是的嗎 不是 錯了 錯 深圳和香港一樣 是大部分的窗 都是密封 只有車尾那隻窗 是可以開的 因為他們是要防止 沙士 那時候說 那個空氣流通問題 所以是 03年之後 所有新買的巴士 全部車尾那隻窗 在國內都是可以開的 我開個盆口給Aaron 我又開個盆口給你 我又要冷氣 又全部開得窗的 我不要算澳門 香港行不行 難 難 行還是不行 你現在是 法官大人 錯 我是主控官 行不行 或者可以這樣 或者可以把那些 那輛車買回來的時候 可以設計 還是有這個窗 但是可以嘗試 可不可以 如果 容許我憑空想像 在那個窗裏 製造一個鎖 夏天那時候 如果開啟地 就鎖了那個鎖 冬天的做熱狗 就解開了鎖 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 時光倒流 去回1992年 給大家看 中華巴士 中華巴士 這個顏色 還要這個地方 已經變了 做什麼 又是一個力場區 對 對 對 之餘是隸屬 理事力場的勢力範圍 對 力場區 對 這輛是1992年 中華巴士 第一代的 冷氣巴士 留不留意到 車窗頂部 一格格 可以開的 那可不可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夏天開冷氣 冬天關掉它 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問題現在是 永遠在爭取 很緊掃 為什麼巴士公司 不肯再做這件事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如果開槍 它就要收回熱狗架 那它當然不肯過來 那就是 那些議員要怎樣 炒水 成功爭取 成功抽水 好了 問題是 我當回 一條線 以前有冷氣 有空調沒有空調 我當非空調收五元 空調收六個半 如果照這樣計算 那條數 冬天不開冷氣 應該收便宜一點 理論上是 好了 如果巴士公司不肯 而繼續要收六個半 繼續要收六個半 那條數應該怎樣 現在發生的事 就是 它 特地安裝了一個 暖氣系統 跟你說 那個不是叫冷氣巴士 是空調巴士 我冬天也有開這個暖氣 讓你坐得舒服一點 空氣調節 是的 空氣調節 你看清楚這件事 空氣調節 就是 暖氣嗎 沒錯 結果 結果 結果大家還是要無緣無故 冬天的時候 它又冷氣又開 暖氣又開 結果其實就是 消耗著這個能源 無緣無故 浪費能源 浪費油 但是當我們過了一個大海 又是 過了澳門之後 看看澳門的巴士 當年買回去 有一批冷氣巴士 歐洲的車身 本身它那塊玻璃跟香港一樣是密封的 誰知又是因為過了03年的事 之後大家就醒覺了 所有車都開了這窗 然後冬天就不開冷氣 全部都開了窗 好了 問題來了 少少多少油 應該 不開冷氣 不開冷氣 少少多少油 我相信怎樣都可以省到兩成 我省兩成油 會計的計法 會計制度來說是怎樣 逐個月計 逐日計 還是逐年計 逐年 拉上補下 其實巴士公司 是不是都折省了一些成本 有價格 或者說舒緩加價壓力 尤其是 何先生經常說 油價上升造成一個什麼 加價的負擔 即是說 這件事其實可不可取呢 其實現在都不是完全沒有做的 不過不是在這些雙層巴士上 不是在九巴 城巴 新巴出現 其實這件事 新大嶼山有些巴士 新大嶼山巴士 有些是可以開窗的 那些冷氣車 還有 甚至到 是 我們叫做 現在 還有飛空調的新車 不過 就不是這些巴士 就是那裏 就是中文大學裏面的校巴 是的 那些是全新的熱狗來的 可能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那輛中巴 或者一輛英國 都愛爾蘭巴士的窗 開這麼小 冬天會不會很焗的 我又給你們一張照片 這輛就是原本在肯瓦服役的巴士 就連一間公司 就把那些車收回到英國 那裏用 留不留意到 中間銀銀地式 這裏 這裏又開到窗 半隻了 更厲害 開半隻 開半隻又可以 是的 可以回來 任軍選擇 任軍選擇 開這麼多又可以 開完又可以 可以 好了 沒得彈 沒得彈了 好了 熱狗 就可以 減低 減低 車費壓力 讓議員成功爭取 但是 鍾建華 他吵得這麼厲害 有沒有解決方法 都不是完全沒有的 那你就在司機的位置裝個冷氣 其實都不是沒試過 香港都有這樣的個案 有這樣的事 有的 因為曾經試過在勝利二營批車 真的前面太熱了 但是當年就是裝了個冷氣在司機的位 只是吹 但是這個是結果因為 始終當年的技術 70年代80年代的技術 是未這麼成熟 效果不是太好 結果也是拆了 各位拆了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那個司機位沒有擋 怎樣保證夠冷氣先 整個整個板檔檔檔 現在我們搭巴士 就是當我是司機 我旁邊這裡 其他人全部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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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箱八達通 對 前箱八達通 前箱八達通機 OK 好了 要裝冷氣的話 只給司機 但是吹的範圍吹出去 怎麼搞的 這樣做嗎 吹賣出去嗎 變相要冷氣 你落塊板 落塊板行不行呢 其實行的 這輛是英國那邊的巴士 看不看到呢 中間有些洞 這裏其實有塊膠板還是膠板 這裏前面又有一塊膠板 那就怎樣 綁住 膠視力長 好 即是說 要買月狗也行 市民也可能有選擇 具體如何安排也行 要這樣安排司機位冷氣又行 這樣就行了 即是 即是 如果真的要留一些有熱狗的選擇 是否真的完全沒有可能呢 季節限定還是怎樣 這個其實是可以繼續去研究的 可以爭取的 不如稍後回來我們再講講其他話題 現在時間差不多第一節 第二節回來再談一談 OK 好了 回到第二節的知不知故後 剛才我們講巴士講了那麼久 沒有冷氣的可不可取 但其實 現在我們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在香港是會冬天式冷氣的 夏天開冷氣的 是哪種交通工具呢 那種交通工具應該要這樣坐 嘩 又未擺 飛移境界 不對 應該是謝安琪那手 哪一手 亡命之徒 亡命 大家想到哪一款車呢 掛在口唇邊 掛在口唇邊 說的是這個 小巴 對 小巴大家如果有搭開的話 夏天開冷氣 冬天開窗 開窗 那有沒有收便宜一點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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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你也證明一件事 市民會不會真的跟你計較過一角幾毫呢 其實就不會的 快 是的 我意思是說 會不會因為 冬天不開冷氣 會跟小巴人計較過一個幾毫呢 是不會的 這個問題你要記住 因為除非要下雨 要這樣做 免得整濕 整濕的車要開冷氣 其實正常來說 是沒有人會 因為太遠 因為你在冬天 其實分分鐘你開窗 是舒服開冷氣 因為裡面的空氣流通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問題來了 既然是這樣 那些議員 不就沒得成功爭取 沒有的 跟著呢 很簡單的嘛 現在大家都知道 去年曾經試過有一些 小巴的商人 他們呢 他們呢 就要求政府 運防局那邊放寬 給他們那個小巴的座位 由16位 加到20 就只是限綠色專線小巴 紅色的紅車是不給的 但是呢 那幫商人呢 當時就第一個提議 其實就是說 好啦 你給我加位 那我就in exchange 跟你一個協議 承諾呢 就是說三年 就不會加這個車費 嗯 也都同一時間就是說 班次就不變 嗯 嗯 最重要就是 變成這樣做法呢 就是乘客輪候的時候呢 的時間 多了四個位 所以縮短了 是 好啦 誰知道呢 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運防局呢 一聽到一個建議 就送客都送不及 就馬上趕人家走啦 不行 就給不到一個合理理由 好啦 那跟著呢 好啦 那跟著呢 通脹大家知道 油價急升啦 何達文呢 是啦 就是這個九巴的CEO 何達文呢 就在這呢 又哭哭哭哭啦 早排在這裏 八殺死狗 是啦 那跟著呢 之後發生的事是什麼事呢 那沒有啦 那些油價不只是九巴會加的嘛 況且九巴買旗油呢 是啊 其實它影響相對是少的 那些小巴是在入油站油的嘛 油站油真的隨時 剛剛又加了 剛剛不久之前又加啦 一兩個星期之前 嗯 那就加得很密的啦 那最重要呢 那些油箱呢 我又提一提大家 還有一件事 就是提外話 那些油箱 大家經常在說 懷疑他們這個合謀壟斷 合謀定價 香港就是因為沒有競爭法呢 才讓他們可以這樣操控了 一個市場 那就是刮盡這個民資民膏 那就麻煩大家呢 上Facebook就可以呢 參加一個現在 支持要競爭法的 競爭法的 競爭 競爭 我們那個網頁的 那個名字呢 就叫做 competitionlaw.hk的 或者如果你是在Facebook 打開香港 competitionlaw 都可以找到 是啊 好了 我們回到小巴 有提過說 家座位三年不加價 是不是 可能很多人會問 喂 可以不可以的 家座位這件事 還有一輛車 帶了一些 司機要不要再考多設牌 好了 問題來了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先 不要緊 先轉頭 先轉頭 是啊 其實這是這樣的 很簡單 那張照片的意思 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說 所謂叫做 有圖有真相 是吧 那接下來呢 是什麼來的呢 好了 現在我們平時在街上 搭到的小巴 都是這樣的 是吧 6米的 這些 先不要計算的長度 留意一下 車門後面 現在是多少隻窗 兩隻 兩隻 好了 我先回來 這些就是平時我們搭小巴 搭到的兩隻窗 其中一隻款 其中一隻款 是不是 好了 問題來了 是啊 裝多4個 如果裝多4個人 車大了 是不是要考過我的牌 不好意思 剛才我都說了 這輛車剛剛6米 現在我們其實市面上 還有一隻7米長度的小巴 7米長度的小巴 其實本身的設計 可以放到20個位 又特都還可以 到底那隻20座位 這輛車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又來這個叫做 有圖 有真相 留意一下 車門後面 多少隻窗 三隻 兩隻半 叫做 兩大一勢 是不是 好了 專線來的 這輛 是不是 好了 這隻車 多了一隻窗 那又是怎樣 即是長了 裝多些人 裝多些人 本身 如果大家上去 可能 那兩間主要的小巴供應商 你上去網站會看到 這個車身的長度尺寸 就是7米 7米 你如果看回網站資料 這輛車出廠設計 就是20座位 好了 問題來了 那這輛車要不要再考一次牌 其實呢 因為那個小巴法例的長度 就指是7米 是極限不可以再長過7米 但是如果放20座的話 這輛車都不會超過7米 其實都是一樣那麼闊 一樣那麼長 只需要修改 可能就是 如果真的說 由16座轉到做20座 修改法例的時候 同時修改那個人 即司機的牌照 是可以直接駕駛的 這些車是同時修改法例的 甚至乎 如果說修改法例 只是很簡單 只要對小巴 公共小巴 的定義是 由16座變成做20座 就是這麼簡單 那輛車沒有要求大了 現在都是這麼大的 只有這麼大的車 只不過用盡了 法例上限 空間 是容許的東西 是的 那就是有一件事情 我很想問 為什麼修改了這麼久 一年了 其實這件事 不要說一年 就是說小巴爭取 16座加到20座 十年都有了 對上一次 其實小巴加座位 不是沒試過的 歷史上 是試過的 這個是1988年3月份的事 當時 法例上 就是由14座 加到16 那時尹剛才有首歌 叫做 十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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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記得了 14座 現在就有了 十六 但是問題是 可能也有很多人 有個擔心 會不會加到變成四十座出來 不要玩了 加到四十座的話 那一輛已經不是小巴了 如果以歐洲或者國際的標準來說 其實小巴的尺寸是不超過三十座的車 才可以叫小巴 而且是六噸以下的 總重是六噸以下的車 香港的條例實在是過時按鈕 但我們不會考究這件事 如果在尺寸不變之下增加四個座位 也就是說運載能力和營業額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五 至少同一班車裏有四個乘客不需要等下班車 我現在感同身受我家樓下不是地鐵站 不是火車站 有條小巴線要出去港鐵站 每次早上班的時候 那些車已經開鎖鏈了 已經開了小巴的車鏈了 但是經常都要等車的位置比較長 至少要兩三架車才能上車 就是你下去排 至少有時不能上車 就分分鐘等十分鐘 但我坐就坐五分鐘而已 五分鐘的過如 需要十分鐘的痛苦 OK 但是那間公司其實都很進取 它已經一直在換新車 我坐的車都很漂亮很乾淨 但是當然大家要坐新車 當然要有個預備要付錢 最近好像有些事發生 是的 不如去張張 有圖有真相 話說我昨天搭小巴的時候 早上上班 見到一位區議員 林重恩小姐 她在派單張 搞一人一人一人一簽名 反對加價 反對小巴瘋狂加價 10% 是的 那就是由大圍火車站回遜敬村 那一條803K 你自己自爆 上幾集都說了 803K 將會要求加三毫子 由三元加到三個三 真陰公 對 三個三 然後 他就說這樣加幅10% 但是這條線我要跟大家講講 其實由2004年開線以來 其實已經沒有加過價 就算大家為何會有一段時間 說乘車很便宜 不是三元 因為他開標已經三元 到現在還是三元 八年 八年 十個% 是的 平均每年1.25% 最通脹都沒有 最大的問題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加價當然是沒有人想的 沒錯 說實話 說實話 大家都是自己 我們打故事都是給你搭車 誰想去加價 誰想去加價 沒有人想加價 這是正常 但是你不想人加價 有沒有幫過別人的公司 去想那些營患商 去想過 你不是只想一邊 然後 那好吧 剛才說的小巴 加座位這件事 我為議員 我為議員 這樣說 我簡單的說完 整個故事 發生就是 好了 上去區議會 上拉撒會 去沙田區議會 今年三月的時候 沙田區議會的交運會裡面 討論過這個小巴加座位這件事 OK 然後 話說 當我找回這個會議記錄的時候 就發現當 說到這個小巴加座位的事的時候 話說 這位林重恩議員 和他所屬的政治團體公民力量 很多的兄弟姊妹手足 就即時離席了 為什麼呢 不知道 但是還有 這個討論 其實是由一個區議員 是第一勝那邊去動議的 就是因為他都覺得 很合情合理 這件事 應該要拿上來談 也還有一個 馬安生 新港城那邊 也是很同意 但是 遇到一個民建聯 叫做黃茂太 就是派了一大堆交出來 發生了 又是問 喂 那要不要考個牌 什麼什麼 問一些很白癡的問題 又是這樣的 這個 立法會在今年2月的時候 也是討論過 其中一個交通和運輸事務委員會 也是討論過 少巴加座位的事情 工聯會的業委名 是提出同樣的問題 啊 啊 又是說 喂 喂 要不要考過牌 車會不會再吵架一些 哇 這麼大間工聯會 有這個汽車 運輸業總工會 去問的 你不是走來這樣才會派交 大佬 又是這樣的 那當日立法會的會議 也有很多的公司團體機構人士 提交了很多的意見書上去 那反對這個少巴加座位的團體 其實坦白說 大家上立法會網頁也看到 包括巴士公司 乘巴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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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更公道些 又不只是說正義 好 問題來了 上一次少巴加座位的時候 1988年 嚇一嚇你 1988年的人口股低 那時候我剛剛才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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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人口數字 根據1986年的 中期人口普查之後的推算 1988年時候的人口 大概520萬 現在香港人口多少 還想公佈 700多萬 710萬 人口增長了多少 增長了差不多 接近一半 已經 對 但是 公共交通服務需求 應該會 跟這個 人口增長成為 對 相乎相乘 但是 巴士公司 剛才第一次我們說過 萎縮 小巴沒有動過 的士沒有動過 第一天 什麼多月 港鐵 香港聯交所 上市編號66號 香港鐵路 最大持股的股東是誰 XKSAR Government 正確名稱是 財政司司長法條 OK 好了 問題來了 他加這個 林松陰小姐 林松陰議員 加價10% 就扑倒出來 現在馬上多神勇 好了 問題就是 小巴營辦商 他用一個建議出來 是去令到自己 提每一個的營運能力 是提升25% 但是你鄭宇華 做什麼事 一口拒絕 談都不談 好了 人口增長了這麼多 你就只是給這75.26%的股權 繼續去賺 其他的交通服務 又不理 喂 但是還有 如果這麼說法 75.26%還有什麼事 現在大劑 什麼事 當然是這個交鐵 這個動車 動車 小明上昏州 搭高鐵造橋頭 小明蜜辣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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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在昏州蜜辣媽 是嗎 是 昏州炒車死百件 告冠不得了 好啦 你都要運誰坐 好啦 你現在 你幹嘛笑要這樣 真的交了 那 問題 好啦 港鐵在那裡膨脹 的士少巴巴士什麼 叫什麼 都不理 的時候 但是你港鐵本身 高鐵香港段 你覺得會怎樣 只有169億 那算吧 錢 都花了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你要我去搭鐵路 你都要我給接駁 我良好才可以吸引到我去搭鐵路 站在那裡又要等多久 那種感覺 已經是幾辛苦 幾慘 喂 大哥 你加四個位 其實都是增加運載能力 而不需要加路面上高的車輛 營辦商可以賺多些錢 小市民可以等少些時間 雙營 雙營 司機其實沒有分別 他都是駕駛7米的車 他都是駕駛這麼大的車 對他來說沒有影響 其實為什麼政府經常要求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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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編號第66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最高最大的持股量股東 誰說 財政司司長法團 喂大哥 我現在叫你給我好一點的量 好像幫我去光顧你 你連這件事不做 是不是真的想逼我坐的士 或者自己賣車去駕駛 你都不斷地提升那些汽車首次登記稅 那你想怎樣 不是 政府說的 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是以什麼 以鐵路骨幹為主 即是說除了鐵路 都只是鐵路 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又不要回軚了 你 是呀 剩下一分鐘 好啦 問題是 到底高鐵還會怎樣 哇大哥 現在剛剛才開始轉 轉一下 就不知道會不會好像福田那樣 弄出一個大咕嚕出來 那這個 露陷 露陷 露陷也事少 露陷也事少 有機會的 有時間的 上去 路政處 hyd.gov.hk 找圖看看 大家 對啦 今天時間 差不多了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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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